出的是金融市场实务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杨诚福老师 很高兴又跟同学见面了 我们今天要跟同学探讨的 就是衍生性金融商品 首先我们先介绍婷宜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婷宜老师 这个单年要跟各位同学分享 有关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的 一些特性以及意义 好的 那首先老师介绍 今天主要讲课的重点 第一部分我们先跟同学介绍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意义 第二部分我们跟同学介绍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特性 第三部分跟同学介绍 衍生性金融商品产生的背景 第四部分介绍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种类 什么是衍生性金融商品 其实衍生性金融商品是一种财务工具 也是一种合约 那么它的价值是由标的的资产 例如汇率或者是利率 或者是其他指标 例如股价指数来决定 衍生性金融商品是指 依附在某些自有实体的标的资产上面的 财务工具 因为必须要有标的资产的存在 才能衍生出这种产品 因而称之 衍生性金融商品 目前主要的商品类型 有远期契约 有期货契约 有交换契约 以及选择权契约这四种 那如果以远期契约的例子来说明 如果交易的标的是外汇 那么所衍生出来的产品 就叫做远期外汇契约 那么如果交易的标的是利率 则称作远期利率的协定 各位同学可以参考我们课本 230页的表十之一 上面有远期契约 期货契约 交换契约 那如果以远期契约跟利率的结合 衍生出了商品 是远期利率协定 如果期货契约跟利率结合 那么会衍生出利率期货 交换契约跟利率商品结合 会衍生出利率交换 至于在外汇跟远期契约结合 就会产生远期外汇契约 至于外汇跟期货结合的话 就会衍生出外汇期货契约 至于外汇跟交换契约结合 那么就会衍生出外汇的交换契约 至于股权的部分 跟远期契约结合 可以衍生出可转换公司债 如果股权跟期货契约结合 可以衍生出股价指数期货 如果股权跟交换契约结合 可以衍生出股权交换的契约 或者是债权交换的契约 至于商品跟远期契约结合 可以衍生出远期商品契约 商品跟期货契约结合 可以衍生出商品期货 如果商品跟交换契约结合 可以衍生出商品交换契约 至于利率跟选择权的结合 那么可以衍生出利率选择权 如果是外汇跟选择权结合 可以衍生出外汇选择权的商品 如果是股权跟选择权的结合 可以衍生出股票指数选择权 如果是商品跟选择权的结合 可以衍生出商品的选择权 接下来我们要跟同学介绍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特性 这一部分我们请听一老师 来为我们同学来做说明 好的 那有关于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特性 在这个地方我们提出 五种特性来跟各位说明 那第一种特性的话 它是一种非实体交易 且为表外交易 那我们要了解 衍生金融商品 它的交易非常的复杂 而且变化万千 而且它本身不是资产 负债表里面的交易项目 所以我们称为表外交易 所以在交易当中的话 风险非常难评估 那也就是说它在财务报表里面 你没有办法看到它的损益 而且要到这个到期的时候 你才知道它的损益 在这种状况时下的话 风险的一个评估真的是很难 所以对投资者来讲的话 一个企业如果拥有衍生金融商品的话 当然它隐含的风险 那你就很难去评估 这个是一个第一个特性 那第二个特性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既有 以小博大之特性 那以小博大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它利用的是杠杆连理 也就是说各位如果要去购买 外汇期货或是外汇选择钱 你只要大概十分之一的保证金 或是潜力金 那你就可以做既有的一个交易 所以它本身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投机的一个商品 那当然衍生金的商品的一个发达 也造成到很多国家 对于汇率的控制就会比较困难 当然汇率的变动就会比较大 所以很多的政府 也就是国家政府的话 他们就会制定一些规则 来规范有关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一些交易 那第三个特性 我们了解 它定价是依客户的需求 以预测为基础 各位了解 一般的金融资产 它是按照市场的供息 来决定它的价格 但是对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话 它的定价模式是利用 所谓的客户的意愿 以及对未来的预测 拼击应用比较困难的 所谓的一些统计模型来定价 所以对一般投资者 大众的话 说实在的 你真的很难去理解它的定价的一个模式 也很难以系列的去思考 这个是它的第三个特性 那第四个特性的话 我们要了解 它的低交易成本 那这边所谓低成本的话 我们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所谓的低成本 什么叫低成本呢 因为你从事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 只要交保证金 那当然你的成本 跟现后比起来 当然你的集位成本 或是你的融资成本就会比较低 那将再来的话 就是所谓会这方面的成本 那一般来讲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 所谓会会比较低 就是第四点 那有关于第五点 跟各位说明的 就是说它的风险性高 报酬率高 那一般只要你能够有善的 有效的利用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话 当然你就可以避开 我们资产商品的一个 价格很大的一个 变动的一个风险 那当然你就可以获得 比较高的一个报酬 但相对的 各位要了解 那衍生性金融商品 如同刚才跟各位谈的 它的风险很难评估 再来的话 它利用的是一个 高杆杆的一个定义 而且非常复杂化 当然相对的风险 就会比较高 那我们谈到这个地方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由杨老师继续 跟各位谈到 有关于衍生性金融商品的 一个背景 接下来要跟各位同学来介绍 衍生性金融商品 产生的背景 那我国是以国际贸易 为主要的一个贸易形态 那么国际贸易之顺利运转 端债汇率的联系跟建立 那么厂商之间 有关于成本 以及利润的计算 皆以汇率为基准 因此现代的贸易商 不能只重视市场的行销 也应该要重视 财务工程的建立跟运用 诸如汇率的避选 以及套利 外汇资金的调度 以及应用 以及一个成功的厂商 必须具备全方位的 财经贸易知识 如此才能有能力 应付当前环境的竞争 跟挑战 随着时代潮流的巨变 国际经济 金融 贸易 也在激烈变革当中 汇率制度 由习日的固定汇率制度 蜕变成目前所采用的 浮动汇率制度 或者是我国所采用的 激动汇率制度 而在此现行汇率制度体下 汇率不安定 除了对厂商有影响外 也会造成各国财经政策的变动 因此厂商如何对外汇资产 与负债妥善规划条理 乃是当前厂商拓展 对外贸易自胜不可服事的课题 接下来我们要再跟各位同学 介绍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种类 那衍生性金融商品 是依附在某一些具有实体的标的资产 上面那么因为必须要有标的资产的存在 才能够衍生出这样的工具 因而得名为衍生性金融商品 那这种商品呢 不涉及资金的借贷 而是由金融机构衍生的一种财务工具 借以透过契约价值以及市场价位的变动 所衍生的利益或损失的财务契约 它的主要形态呢 就是分为远期的契约 期货契约 交换契约 以及选择权契约等等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听一老师呢 为同学来介绍远期契约 好的 有关于要介绍远期契约之前 我们来复习之前跟各位说明到 什么叫做集体交易 什么叫做远期交易 那集体交易的话 在理论上应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也就是说各位如果要跟老师买一瓶水 那你就这瓶水是十块钱 那你十块钱给我 我这瓶水给你 这个叫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叫做集体交易 但你目前实际上的话 所谓集体交易的话 就是我们订定契约之后 在两个营业日以内 我们做交割 所谓交割就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一种方式 我们称为集体交易 那所谓远期交易 当然就是说你的契约已经成立之后 在两个营业日以后的一种 才交割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 我们称为远期交易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再来看所谓的远期期约 它的定义是什么 那所谓的远期期约 是指远期期约成立时 买方仅提供肉干的保证金 以远期期约的理约价格 AIDING未来特定时日交易 特定标的物的契约 那有关远期期约当中的 我们所当中我们来跟各位介绍 有关远期外汇契约 什么叫远期外汇契约 它指的是外汇买卖双方AIDING 在未来某个特定日或特定期间内 依照事先AIDING的汇率 交割AIDING数量的外币金额 这样就是称为远期外汇企业 那这个远期外汇 目前是国内厂商最主要的避险工具 我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出口商再跌到一笔订单 那么当时接的汇率是 一美元兑32块台币 所以这笔订单是100万美金 那相对是3200万的台币 在它出口后三个月收到款项的时候 如果汇率台币已经升值到 一美元兑29块 那么这个时候 这笔货品的价值剩下2900万 无形当中出口商就损失了300万 搞不好这笔货都没有赚300万 但是在一个汇率的损失 就损失了300万 所以说接下来 我们要请郑老师 再跟同学介绍 远期外汇契约 它有哪些方面的功能 好的 那有关于远期外汇契约 到底有哪些功能 在这个地方我提出三种功能 来跟各位说明 它第二功能 它是提供进出口商 以及投资者规避汇率风险 第二个功能 它是有助于外汇银行 从事外汇资金调整或抛补 那第三个功能 它是有助于投机客赚取汇率的价差 那首先我们来跟各位说明 有关于出口商跟进口商 怎么样去避险 那对于出口商的话 它出口之后将来可能会拿到一笔外币 它最怕的就是说台币所谓的升值 相对的就是说 它拿到的货币是贬值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它就可以透过远期外汇 做一个所谓的益售的方式 那对于进口商来讲的话 它可能将来要付一笔外汇 那当然它怕说台币将来的话是贬值 那它要付的该货币的话是升值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它就可以预先预购外汇 用这种方式来规避风险 那第二个就是对于银行来讲的话 那银行当然它也是会注意到汇率的风险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往往他们银行来讲的话 都有一个定额的汇率的这样的一个金额 也就是说假设它每天只能留下美金5万块 如果今天它在外汇市场买超 所谓买超就是买进来的外汇 比卖出去的来得多 如果当天是买超多了1万块的美金 那对于银行来讲的话 它就会在外汇市场里面 就把它抛补出去 也就是把它卖出去 那也就是说它一直持有5万块的 这样的一个外汇的一个量 那这样风险就比较不会那么高 相对如果当天的话它是一个卖超 如果说卖超是5千块 当然它也会在外汇市场 把这些卖超的金额把它买进来 就是做一个所谓的square position 搭评的一个动作 那第三个对投机者来讲 那什么叫投机者 投机者就是说它本身来讲 将来可能也不会用到外汇 也不需要外汇 但是它预测将来外汇会升 也就是会涨 也就是说该货币的话会升值 那它就去买该货币 那如果它预测将来会跌的话 它就去买该货币 如果它预测正确的话 当然它就可以赚取汇率的一个差价 就是它的三项功能 那么接下来要跟同学继续介绍 远期利率契约 那什么是远期利率契约呢 它简称为FRA 指的就是双方约定未来 某一个特定日之后的 一定期间之内的利率 清算时交易双方不需交割本金 只需依据双方事前约定的 市场指标利率 和订约的利率的差额 乘以订约明目本金 以清算利息差额 在进行远期利率协定交易 可以锁定未来特定期间内的 资金成本或者是投资收益 提供客户规避因短期利率变动 而引起融资成本上升的风险 或者是投资收益下降的风险 那为什么买卖双方 它会愿意来进行 这个远期利率契约呢 也就是在进行FRA的 这个远期利率协定买卖双方 通常是基于不同的避险 或者是投资需求 而进行的交易 那么对于买方而言呢 在远期利率契约的买方 通常是债务人 由于担心这个FRA呢 可以锁定未来一个固定利率 因此当投资人担心 未来利率上涨 将造成借款成本的上涨 故可以买进FRA来规避利率上升 所造成的损失 至于卖方的动机呢 就是FRA卖方通常是债务人 那么由于担心 未来利率下跌的时候 将会使其放款利率下降 因此会卖出FRA 以锁定固定利润 并规避利率下跌 所造成的损失 好 我们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请郑老师 继续为同学介绍交换契约 那所谓的交换企业的话 我们在讲交换企业之前 我们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为什么要有交换 最主要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所谓国际贸易 上所谈到的绝对利益 跟比较利益的状况之下 做所谓的资产交换 或是利率的交换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降低成本 或是避开汇利的一个风险 这个是我们交换企业 为什么会产生出来的 一个原因之一 那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就来了解 所谓的交换企业的一个定义 那什么交换企业呢 它意指的 就是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交易对手 如银行与企业相互间 一定的条件 将所持有的资产或负债 所产生的现金流量 以对方交换的契约 这样就是它的一个定义 那么这个交换契约 如果跟利率来做结合的话 可以演出利率交换 那利率交换呢 英文称作IRS 那什么叫做利率交换呢 就是指交易当事人 约定在特定期间之内 每隔一段时间 依约定的固定 或者是浮动利率来交换 并互相交付对方一次利息 其交换之一连串利息金额 是依契约定的本金计算 交换契约并不交换本金 双方仅就各复息期间 到时结算交换利息的进额 进行交付 而交付利息的计算基础呢 是以本金呈上约定的利率而得的 所以说利率交换在交易双方 同样的货币基础下呢 就是由固定交换机动利率 或是机动利率交换为固定利率 那至于利率交换的这个交易动机 还有流程呢 这部分我们请郑老师 继续为同学来做说明 好的 那有关于利率交换的话 最主要的动机 当然就是降低成本 那它的理论所在的话 就是刚才跟各位说明过的 就是说它是利用国际贸易里面的 一种观念就是所谓的 贼对利益跟比较利益的状况之下 来做一个交换 那当然它的目的就是 刚才所说明的 要降低成本 那我们这边来几个例子 来跟各位说明 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说由我们所谓的 大同银行跟统一证件 有关于这个表 它表现出来就是说 他们分别去做 互动利率市场这一款 跟固定利率市场这一款的 利率的一个成本 那首先我们来看大通银行 那大通银行的话 如果在互动利率市场 它这一款的利率的成本是 Liver 也就是伦敦隔夜财款 利率 那如果它在固定利率市场 这一款的资金成本是5% 那统一证件的话 如果它在互动利率市场 这一款的成本就是Liver 加0.5% 同样统一证件 如果在固定利率市场 这一款的成本是6% 那我们首先来比较 大通银行跟统一证件 它在互动利率市场 这一款的彼此间的利差有多少 我们就把统一证件Liver 加0.5% 减掉大通银行 它的成本Liver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两者的利差是0.5% 那在固定利率市场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大通银行跟统一证件的差距 也是1% 也就是说大通银行 它本身这一款的利率比较低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 不管在互动利率市场 或是在固定利率市场的话 那对于大通银行来讲的话 它都持有所谓的绝对利益 也就是说它的资金成本 都比所谓的统一证件来的低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就要透过所谓的比较利益 那在互动利率市场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两者的差距的话是0.5% 那在固定利率市场的话 他们彼此间的差距是1% 那在这种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不管在互动利率市场 或固定利率市场 我们大通银行 它当然都是比较优势的 但是在固定利率市场的话 它的优势大于 它在互动利率市场的优势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接下来 这个图表来跟各位说明 那在大通银行 它就可以在固定利率市场 用固定利率5%这道资金 那这道资金之后 就跟统一证件做一个交换 那因为统一证件的话 它在互动利率市场 用的利率资金成本 是Libro加0.5% 它这个是一个互动的 那大通世界固定的统一证件 是这所谓的互动 那么彼此间做一个交换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 它交换后的一个成本 那大通银行当然 它要付5%的固定的一个利率 再加上付给统一证件的 一个互动利率 就是Libro加0.25 那相对的 它可以收到统一证件 5.5%的利息收入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也就是说5%减掉 5%加上Libro加0.25% 再减掉5.5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大通银行经过这样的 一个利率交换之后 它的成本就会等于 Libro减掉0.25% 那比它自己 如果在互动利率市场 去借款的Libro的成本来得低 那相对的我们来计算 统一证件的一个交易成本 那统一证件的话 在互动利率市场 它这款的成本是Libro加0.5% 那再加上 它必须付给大通银行的 固定的5% 在减掉的话 大通银行必须付给 统一证件的Libro 加上0.25%的一个成本之下 那我们就可以算到 统一证件它的成本是5.75% 那比它自己在固定 Libro市场借的6%来得低 那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 当中我们可以算出来 大通银行跟统一证件 透过Libro的一个交换之后 它们的成本都降低了 这个也是我们利率交换的 最主要目的 好的 谢谢 郑老师 那么在实务上 其实在做这个利率交换的时候 是透过金融机构来做仲介的 因为交易双方彼此都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 Match这笔交易 所以通常是透过金融机构的报价 然后由金融机构穿针引线 那当然金融机构从中 也会赚取一些微薄的利润 比如说在交换固定跟浮动 各抽取0.1% 那也就是说 刚刚那个郑老师所介绍的 统一证件它的成本在交换之后 是5.75 那如果是透过金融机构 它可能的成本会再维升到 5.76或是5.77以上 那么这个大通银行 它的成本可能会增加到 Libro减0.24或是减0.23这样子 那这样的才能够让这个交易 顺序地进行下去 那么接下来要跟各位谈谈 就是说这个利率交换 通常它的存续期间是比较长的 因此在做利率交换的交易双方 如果想要在企业到期前 做一个节清部位 那么就必须到次级市场去进行交易 通常利率交换交易者 接清部位的主要方式 有这下列三种 第一种是将原契约出售 乘坐利率交换的公司 可将未到期的契约 授予次级市场上有益承接者 于出售之后 它原本利息收付的权利跟义务 将全数移转给承接者 第二点是可以做 另做反向的契约 那么有意提前终止契约的契约 也可以另行做一笔 跟原利率交换契约的本金 到期日还有交换利率皆相同 但是收付利息方向 相反的利率交换契约 第三种就是以对手协议提前来结束 那么最后一种方式 是和对手协议提前将利率交换契约结束 同时抵消双方支付利息的义务 并有提出提前结入协议的一方 给予对手一定程度的补偿金 那么以上我们今天的进度 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那么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全程度的补偿金 的补偿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